我失去了我最愛的老公永珍 然而你們誰為這件事情負責了 你們依依然坐在高高在上的位置 都信誓旦旦跟我說 新竹不會有事啦 別擔心 永珍幸如死的相信你們新竹消防局 結果走的卻是他 你們真的心安嗎 議員蔡惠庭唸出殉職消防員李永珍妻子的親秉信 一字一句透露出悲痛和不滿 新竹晴鴻匯大樓火警造成兩名永消不幸殉職 至今已經滿一個月 時代力量黨主席王婉玉和三名同黨議員召開記者會 指控市府和消防局將殉職的責任推卸給基層消防員 不論是從高華市長到消防局的局長 說他們是因為急著進入火場救人 沒有繳交名牌這樣的情況導致他們的喪失 這樣的狀況我覺得是在完全的譴責被害人 在家屬的傷口上繼續的殺言 批評市府和消防局沒有針對消防安全和缺失徹底檢討 並且要求市府儘早公布行政調查報告 把真相還給家屬 呼籲新竹市消防局公布完整錄音檔 讓家屬跟社會大眾海知道真相 針對家屬批評市府推卸責任 新竹市長高宏安回應 消防局進行內部檢討懲處 沒有卸責包庇只是外界仍有疑慮 只盼能徹底檢討改善避免意外再發生 TBS新聞 陳世銘花 鄭森 周榮 宣辰家從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